台北新貿獎獲獎企業涵蓋農產車用品寵物用品等 從線下到線上 從代工到品牌 展現台灣企業在跨境電商領域的創新力與競爭力 來自台灣產品在全球市場角逐 台北市作為數位發展產業的重要基地 舉行台北數位應用博覽會暨跨境電商年會 AI 人工智慧的應用 現在是非常熱門的話題 大家也一定非常想要了解相關的應用以及發展的趨勢 所以這一次我們特別將數位應用以及競爭電商活動合而為一 就是希望將相關數位轉型的資源做一個整合集結一次的展示 就是希望讓更多願意了解關心整個數位轉型發展趨勢 以及技術應用的朋友能夠透過今天相關的活動更深入的了解 剛談到AI 人工智慧的應用 大家非常關心 所以在我們這次的活動不只是規劃 有包括跨境電商年會 有數位應用的這個博覽會高峰會 當然也有安排AI事務應用的論壇 讓大家可以更進一步了解 怎麼樣讓最新技術的應用提升企業的競爭力 台北市政府身為全國首善之度 我們其實也非常關注整個AI的發展 我們也有相關具體的成果 第一個我們已經很清楚的戰略目標 要將台北市打造成為人工智慧驅動的智慧城市 AI Driven Smart City 這是我們非常重要的一個目標 以及驅動產業的一顆引擎 第二個我們在今年的9月正式對外發布了台北市政府應用人工智慧作業之意 也就是AI Operational Guidelines 也就是相當於在國外主要城市都已經提出訂定的AI Policy 那這是一個什麼概念 當我們台北市政府大力推動人工智慧的應用 結合相關施政服務事務 我們需要有非常明確的規範以及作業指引 所以在我們這一個AI Operational Guidelines裡面 我們訂定明確的應用原則 作業流程、檢核的標準 讓我們社府的同仁 當他想要應用人工智慧 他有一個明確的規範可以依許 避免處法或是違反個資 而去營造一個更願意創新的一個環境 那第三步在今年的10月我舉一個例子 我們在市政推動上就應用了AI的技術 我想大家一定都知道 1999 就是台北市民遇到任何問題 想要諮詢或是碰到各種狀況 比如說路燈不掉、巫術倒塌等等或交通用色 希望能夠盡快排除 撥打1999 我其實有實際去我們的畫物中心 去實際了解整個畫物中心運作的情形 其實對於我們畫物人員來講 他們非常的辛苦 也就是當一通電話進來 他們要聽、要記錄 然後開始要搜尋市民要的答案 然後要讓市民聽有個話來回覆 所以要在短時間做這麼多事情 其實即便是非常有經驗的畫物人員 有時候也會手忙腳斷 那會佔用到很長的時間 所以我們提出了解方 我們運用神成是AI 所以在過去將近一年的時間 我們不斷的測試、驗證 在今年10月 我們正式會將1999市民熱線電話進來 先從語言轉換文字 轉換文字以後 也就是市民的問題 文字出現 就相當於下一個prong 結合我們市府的資料部 馬上精準的他的相關答案出來 對畫物人員來講 他可以很快速 縮短時間 精準的回答到市民 他所想要的答案 這就是運用GenAI的一個具體實例 所以不只是縮短時間 提升效率 更精準的回答市民 他所想要的問題 答案同時也大幅提升台北市政府服務的品質 我想整個科技的一個發展 日新的願意 我想這個所有的 不管是全民或者是企業 都必須要隨著這樣的一個數位浪潮 然後一直不斷的前進 才能夠去接軌國際 所以呢 我們非常的開心說 其實這個台北市政府今天來舉辦 這樣子的一個數位應用的博覽會 以及我們的跨境電商的聯會 那其實數位發展部 數位產業署是在協助更行業各業的數位轉型 其實我們在110年的時候 就推動了這個台灣人市集 集結了相當多的廠商 應該有450位的廠商 三千三百多個solution 不管是產銷人發財 就是說你不管是內部的管理 或者是對外的一些賺錢的這樣的工具呢 提供給我們的各行各業來做一個使用 那當然這裡我也非常的謝謝 台北市政府 新北市政府呢 在這個台灣原市集上面呢 也一起共襄盛舉 加碼補助喔 讓我們的各行各業呢 都能夠更心無旁貸的 願意去嘗試這些新的數位工具 讓自己能夠在數位上面呢 也能夠踩一腳喔 那當然其實今天現場很多展示的廠商 也都是我們台灣原市集上面的廠商 所以我們非常開心 大家除了這個各行各業都能夠數位轉型之外呢 我們的廠商也有了很高的一些升級 讓他們的這個產品跟服務呢 我們更能夠適切我們各行各業的一個需要 博覽會共舉辦13場專題講座 聚焦在AI浪潮下數位運營與跨境電商的最新趨勢 幫助與會者掌握產業動態與成功案例 那當然今天我們相關的活動論壇 我相信也會觸及到很多未來如何應用人工智慧 在各個領域各個方面 我們也會邀請到很多的專業人士 有實務經驗的朋友來做分享 我們也很希望今天所有新冒獎的企業代表獲獎的朋友 也可以跟我們市政府合作 未來對於市政推動上面有任何需要解決的問題 能夠應用各位新的技術來提供市民更好的服務 除了講座 博覽會也匯聚超過30家資福業者 涵蓋數據決策 網路商務 行銷推廣 數位客服 內部管理等領域 為企業提供全方位的數位應用 掌握數位轉型機會 實現智慧運用 記者問郡台北報導 好 接下來 同樣是正中間我們的 成功